今日6日上午9时45分 一名中年男子由大布泰河村河楼高处堕下 倒卧一楼沿棚 救护员街报道场 检验后证实他当场不治 警方期间登楼调查死身份 经建屋内另有一名女子尸体 大批探员到调查 其后相信围死者的男女亲友登楼协助调 警方进入现场搜证期间 在玻璃窗上发现一双掌印 正调查窗上血迹属于何人 据了解 二名死者别为61岁姓罗及48岁姓罗女子 分别为旧妇与外甥关系 消息称上只为姓罗外甥女居住单位 早年外婆透过诸者置其屋计划买入 供其居住 据报人因为业犬问题 曾到上址发生争执 事后女死 身上出现勒警及刀伤痕迹 警方经调查后裂谋 及自杀案跟进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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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